大家好,我是于文博 大家好,我是于君 今天我们和大家交流一个 多人多买房不可忽略的问题一致 避免买到大麻屋和凶宅 那么很多买家都担心 自己买的房子曾经是中国大麻的房屋 害怕煤毒呢,再强地影响室内空气 害怕它里面发煤最终破坏房屋结构 或者害怕卖房子是没人敢要 那么怎样才能判断出房子是否会大麻屋呢 当房屋显示一些特殊迹象时 你需要格外留意 因为这可能预示着 你购买的房屋是大麻屋 以下为你提供几个比较明显的迹象 来看看房屋是否会大麻屋 管道系统是否做过修改 由房屋壁纸 天花板上是否有很多钉眼和孔洞 如果天花板上有很多钉眼 这可能是之前用来悬挂加热大麻的吊灯 以及通风用的风动 房脚等其他地方是否有煤斑 有些煤斑 煤菌并不明显 因此最好聘请专业的燕屋师进行检查 在冬天 种植大麻的房屋屋顶不易积雪 因此在冬季下雪时看房 应观察房屋屋顶是否跟大作风一样有积雪 因为种大麻的房屋屋内温度很高 它这个房屋的积雪就会融化在冬天 另外一个就是检查电箱 电路是否被改动过 检查是否有新铺设的水管及供水排水口 由于种植大麻需要大量水分 因此额外添加淋水等设备 如房屋水管 线路和通常的房屋有所区别 则具有种植大麻的可能性 检查房积一虎凝土装面是否被掏空了 因为种植大麻者需要大量冷点 于是他们会在地下室的墙上开动 把电线接到电表前的管线上 以利于自己偷电 你还要查看屋内空气的潮湿度 地板 以及其他家具可能长期受潮 空气腐蚀 而出现结构扭曲和腐烂的现象 特别注意是否有重新装修的迹象 特别是地面的翻新一嘴掩盖 房屋是否有霉味 仔细秀房屋内的气味 判断是否有过冰毒实验时的气味 或者闻起来像猫尿一样的刺激性气味 咨询左边右手也是一个补充办法 比如说敲门问问他们这里之前的房主 是不是常住在这里 如果不是常住 偶尔来一下的话 是否一般都从后门进入 或者只是短暂的停留 那窗子平时是不是都遮挡着 或者屋内有没有排风机的声音 有没有嗅觉到一些奇怪的味道等等 这些都可以帮助判断房屋是不是大麻屋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凶宅的问题 何为凶宅 卖家是否有责任披露实行 在房地产行业内 所谓的凶宅 或是带有污名的物业 我们叫stigmatized properties 定义是房屋内曾经发生过 非正常死亡等事件 包括凶杀 自杀 重大传染疾病死亡 死因 不明 急 重口语 传说的鬼屋等 但是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因为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明而规定出定义 有些房屋曾经发生过凶杀案 我在日常销售中 见过各种奇奇怪怪的房子 曾经有一次我带客户 去一个传统的意大利社区看房子 在售的房屋呢 刚经过装修 房屋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符合客户的心意 后面有一片树林 风景敌人 我们于是打算下offer 后来出门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房子临街 一侧有一个洞 当时我就觉得很好奇 学问了卖家经济 他说呢 因为 是因为万生前孩子 恶特巨杂的 但是这个洞呢 实际上 实际情况看起来不像是 被孩子用砖块砸子那样造成的 于是我们就敲开了邻居门 隔壁邻居呢 告诉我们说 这种房子地下室曾经发生过血案 被害者的事故 就被扔在了后边的林子里 我们当时听完觉得毛不悚然 刚才我们还在地下室逗留了很久 客户啊 这个还称非常喜欢地下室的装修 和后面那片森林 结果呢 就是不言而喻了 我们没要要那个房子 地产经济有关于 薰载的详细规定 根据安省地产理事会所规定 目前安省地产经济 必须公开对代售物业 所知的事实和历史 因为可能影响一个人 去决定是否购买该物业 不过地产界对该条 一直存在争议 研究所公开资料 是否包括被灌了无名的物业 作为卖家经济 当买家经济问到 代售物业是否曾发生过 非正常死亡这样的事件 对方经济是应该披露的 安省地产经济法 RICO有详细的规定 并不是所有情况都需要说明 法规规定 有些情况 卖家经济必须 如实详细地透露给买家 比方说大漫雾 屋内曾发生过刑事案件 这类信息的告知和透露 我们在做新经济培训的时候 也会特别指出 但是例如自然死亡 或者传统意义迷信的闹鬼 经济没有明文规定 一定要披露 五大类 凶宅鬼宅 受钱 经济必须提前告知 有关相关条例规定 以下几类房屋在转售时 必须要告知买家实情 第一类就是 众所周子的凶宅 那么第二类是 代售物业 曾经是大麻屋 毒窟 或是曾经被用作色情场所 那么这类物业转售时 卖家经济 也有披露信息的责任 因为这类物业存在很大的潜在危险 比如说引金子 不知道这个屋主已经换人了 而继续登门求过毒品 那么这对于新屋主 而言后患无穷 第三类 代售物业内曾经发生过 凶杀案自杀事件 第四类是 债务房 这类物业是指前一任 前一任业主 因为负债 夺债 讨债 而出售物业 如果不胜购买这种债务房 也是困扰不断 因为讨债的并不知情 欠债的已经搬走了 会继续上门滋事 对于出售这类物业 卖家也有责任 齐钱告知买家 第五类就是 众口传说的鬼债 总体而言 这五大类的物业 被认为是常见的 有麻烦的物业 带污名的物业 在转手时 卖家需要特别提醒和告知 至于 有其他问题的代售物业 就需要 个案看待 毕竟每一个房子 都有特殊情况 无法一概而论 介于安守目前 还没有运行的 法律规定 买家如果担心 买来路不明的凶宅 建议可以先曾调查 房子的绅士 是否竞办开始 买家一定要充分了解 之前业主的身份 生活状态等情况 看对方 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 另外地产专家提醒买家 比市场房价 这个低很多 久卖多时 无人问君的房子呢 以及 转手多人一卖再卖 业主急于转手的房子 都要格外留意 那么关于大妈屋和兄宅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